那今天的辩论大家刚刚都看到了 过程当然很平顺 但是我也很遗憾 有一些识问虚辣的问题 比如说刚刚看到的是 我问的有关台北市电力的配置 但是整个台北的用电配置 是有关台北将来经济发展 很重要的一环 可是这个关键 目前为止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具体的回答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他们在说台北市 哪一些东西他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怎么加码 而且不断的称赞现在已经做好的事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已经在做的 所以不用其他人来接续 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 就让黄珊珊直接来接任 不是更好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场蓝绿恶斗的现实实禁秀 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 发生在刚刚的过程里面 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那很多的政策他们所说的 其实台北市已经做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场辩论会 反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北市 目前有的政绩 那对于分数要交给市民来打 不能我自己打 在民主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我们如果号称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如果每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 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也就是说我们的市民没有蓝也没有绿 我们的市民都是被操弄才会分成蓝跟绿 蓝的赢绿的不服 绿的赢蓝的不认 他们两边永远在不共戴天的立场 台北市蓝绿的板块已经往两边偏移 中间选民形成一个真正的新板块 这个新板块是他们夺不走的 所以我还是强调 黄珊珊来当市长 现在台北市非蓝非绿的非战区 我会继续维持 如果把台北交回给这两个政党 我跟各位说 那绝对是一场新的灾难 感谢观看